高雄知名雞肉飯店 切料有腸子肝臟跟白斬雞 擺在玻璃櫃裡 新鮮看得見 但有消費者光顧後不滿PO文 1 2 3 4 5 6 一盤總共6片小卷 消費者說上來是這樣 拿去問老闆這樣60元 老闆回說對呀 怎麼了嗎 底下有網友回聞 應該是擺盤的問題 也有人言語一定是醬料比較貴 還有人幫低價還價說 這樣真的不貴 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 這種生鮮食材的行情分 他本來看家就固定 他可能這樣一支 秤重有時候130 140 150 有客人在網路上抱怨 低價也很無奈 事實上他們用的是澎湖小卷 一斤成本就要270元 一支秤重130到150元左右 老闆承襲老一輩的做法 一盤固定切6到7片 而不是秤重賣 恐怕也就是這樣才會讓顧客詬病 說實在也不一定每次都拿得到 然後他成本很高 其實我們賣小卷是沒什麼賺的 老闆說 都欠一盤小卷賣60塊錢 沒啥賺頭還被嫌貴 重點是進貨成本高 也考慮是不是要將小卷下架 我們有的購物 我們才覺得很貴 那一盤這樣特地算60塊 你覺得還好嗎 還好 你現在本身就很貴 誰就叫他 你說他要算本 你不敢說他做事 就給他做了 大部分顧客愛上澎湖小卷的鮮甜 對於一盤60元的價格幾乎可以接受 但難免還是有人不懂行情 或許店家可以樣品展示 讓消費者點餐前心裡有個地 也能避免消費糾紛 記者劉鵬宇高雄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讚讚賞開啟小鈴鐺